不过眼前先放开心过暑假 高雄市的观光局就趁着暑假推出了套装行程 只要399起跳 有达热气球还能够吃到架杠的甲仙 欧阿兵或是到佛光山沉淀一下心灵 11条路线任君挑选 高雄市观光局近年卯足全境 整合全市山区沿海乡村到城市的观光资源 推出11条套装旅游行程 已经开始分阶段推出 每一条行程各有特色 例如飞天热气球田园风情去 可以到陈青湖搭热气球 到大树庄家古厕参观 并且自己制作窑烤面包 台21山城大爱之旅 可以参观葫芦艺术创新 到甲仙吃芋头冰 走访祁山老街 台17烈烈海线渔村去 可以走访沿海的景点 包括台湾快木生活馆 鹅阿辽渔港 我们也顺便把这个宗教旅游 这种文化之旅 在这个11条路线里面推出来 像佛光山 在我们交通过观光局的统计里面 佛光山的佛罗纪念馆 已经是全台湾各公民营 这个旅游景点里面的第一名 这些套装行程都走平价路线 最便宜的每一个人399元 最贵的每个人才750元 每一趟旅程也都有专人导览 假期何处去 不妨参加四季逍遥游套装行程 深入探访高雄 联合报杨儒家高雄报道